想跟大家真诚的道歉 跟那个演台的观众们 表示我最真诚的切忆 对不起大伙 下次再来吧 您是否和小温一样好奇 潘兵龙为什么要在舞台上 向观众道歉呢 原来这是在林兆华导演的 中国民俗版话剧 《仲夏野之梦》的演出现场 作为主演的潘兵龙 由于身体状况不佳 不得已缺失了演出 由于这个之前的工作 其实这已经不是潘兵龙 身体第一次亮灯了 2015年在拍摄《煎饼侠》时 他就曾突发心脏病 去年参加某喜剧节目的录制 高强度的别赛和连续熬夜创作 令他的心脏病再度发作 拍这个然后真的 我开始左边疼 后来右边开始疼 听说你最近心脏跳得贼一块 怎么的身体扛不住了 托你的福现在好了 不仅跳得不快了 有时候还疼我挺会儿 我妈就是心脏病走的 所以我就比较担心这个 在喜剧舞台上走红之后 潘兵龙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去年一年他就出演了《欢喜灭探》 《旋风十一人》两部电视剧 和《反转人生》 《外公方林38》 《过年好》三部电影 以及三档综艺节目 长期透支身体 让他终于再次病倒 那么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恢复挺好的 面摊嘛 得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 一直在扎针 中医治疗 他这个真的也是 身体就是太透支了 医生说一定不能过于太激动 然后太累的这种表演吧 就我的电视剧能参加